众所周知来海南必玩的项目就是海钓 这两天一个海南钓友发来私信 说他在海南不仅有艘帆船 而且海南的海钓子鱼绝对不会钓不到鱼 更何况他还有密点 天气好的时候能钓到大腿床的巨物 这哪里能忍 我和玉泉一马飞去三亚找他 今天我们去钓啥鱼 马鞋 这么大个的 钓友的船 说是一个帆船 帆船钓马鞋 好酷啊这个 那这都是开帆船出去游玩 我们钓马鞋 这太酷了 钓友已经在码头等我们了 这你的船啊 对 接拖在船上 待会我们就直接光脚上去了是吧 游过来 我带你们看一下船船 我弟嘛 这下面还有这么大的空间 客厅 坐视 洗手间 加两个次物 总共三十一天 这个是二类帆船 航全球 航全球 有个这个船 全世界可以开始钓了 是啊 你这船多少钱拍 四百多万 其实我觉得 你努力也是可以整一条 到时候 看买房还是买船 兄弟们 给你们四百万 你们咋选 对了我听说 那个船船呢 航新起来 还是会倒着开 钓鞋 会有点钓鞋 要游说 我们大老远来 一定要体验 船船的水上飘移 还有像我们准备 把船伸上去 这样子 开的会更快一些 哇 那我就倾斜了 准备倾斜了 赶快找 还抓好 抓哪 抓这个行吗 能扣住我吗 可以 那这样行吗 可以 抓好就行 来吧 怎么还没倾斜呢 今天风在小 今天斜不了了 斜不了 气氛都烘托到这了 确定无情吗 一起航 风就停了 风运气 也是没谁了 只能下次再体验 开了一个小时 终于到了钓游的时长六点 在这里昨天 中了五条马鞋 这边中了五条 非常简单 就是用这种 长得像小鱼一样的夹 大鱼看到 就会一口咬住 漆干刺鱼 就能把鱼拉上尾 接着等耳沉到水里 不停抽杆子 模仿小鱼 在水里逃穿的姿态 引大鱼攻击 来了 来了 快来 要不要来 哇这个巨片了 上面是有红点的 看到没 原来只是闹我的小鱼 又大鱼 有意思我要去玩 所以你这样 你一辈子叫什么大鱼 大鱼就得磨呀 团尾钓到小鱼 证明肯定没大鱼在附近 所以得换来船 往远处搜索 没鱼 换位 这里也没鱼 抽了一个小时 这水下 一点动静也没 没想到 反正小鱼越来越多 去看看 快 这小鱼长得是啥样 这不就是海里的白鸟 这不就是海里的罗飞吗 哇贼烦人啊 钓友说这种闹窝的小鱼一多 证明这附近今天不会来大鱼了 只好钓钓这种小鱼 钓这种小鱼非常简单 有手就能钓 就是一个钩子 加一个潜缀 钩子挂上下 接下来等尔沉到随 由鱼咬钩 就会有摸电门的感觉 这时就要立马踢干自鱼 一放去 跟触电一样 没有 这一口 你有没有看到 超重要 看到没 我打不完了 你别说还挺好玩 打不完是挺好玩 但是也挺生气 因为了 这些小鱼你打又不对 不打又不对 你打又打不中 不打吧 他就吃完了 人是小鱼在咬 看来要夺换几个地方 早早大鱼 就这样 哦 一下子就有 这样子 但是他就打不中 他很鸡贼 他就是试探你 他就挑戏你 所以咬一点点肉就跑 咬一点点肉就跑 你打不完 最后一个了 这种情况证明现在 水底只有非常小的鱼 是很难钓上来的 来了 看看 没抄啊 啊 还要抄啊 合过分了 应该有过筋了 哇 真不错呀 这条 脚啊 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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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太不小呀 这条 哇 这条鱼上来跟骂人一样 为什么能钓得这么大 把钢给我拿来 今天这座船不能走了 但这只剩最后一块下肉了 你最后脖一下吧 哦 来了 刚刚 咚咚咚咚 连续的呀 这有了 有了吗 有啊 哈哈哈哈 这么像 你看你这个就跟个宰子似的 你看看你这个鱼 看看别人这个鱼 你这个就是它的耳料 你知道吗 哦 你看这就是你钓的鱼 你这人家钓的鱼 哈哈哈哈 你那耳朵 我怎么走啊 在背上 天气也有原因 高水也有原因吧 我也好久没来 不知道为啥没鱼呢 行 改两天 带你钓金枪去 金枪应该不能打过鱼 钓友说 虽然金枪很好钓 但是得出深海 费用老高了 你们说去不去吧 你是不是也听过 海钓非常赚钱 因为很多海鱼一条 能领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 于是去年 在雨泉花重景 前往国内的海钓天堂 深海一个号游景 钓安慰的金枪应该 结果第一次去全海域 第二次去垃圾鱼 那屋 亏了好几万块钱的 我俩还打算金盆洗手 结果这两天后台私信报 说我们去的季节有问题 现在才是一年里 钓金枪最好的季节 一打 他发现 最近去的船 各个赚的都盆满钵满满 钓到大的 甚至能一条回本 我立马联系钓友 托关系找到 最近战绩最好的一艘船 我俩又忍痛 一人花了一万块钱钓费 看看这次 能不能一波回本 王一伯 我们第三次钓金枪鱼了 激不激动 激动 茫然前行 看来最近的鱼情 真的很暴躁 一打着码头就挤满了 去钓金枪的船 我们赶紧出发抢鱼 开了整整留个小时 终于到了 王一伯 熟悉的地方 我们又回来了 这次晕不晕船 这一次还好 我一点感觉没有 感觉身体已经适应生海了 没什么问题了 小小生海 不足为据 这个游戏就是金枪鱼的老窝了 因为水下有1500米深 所以鱼夺到根本钓不完 最容易种鱼的钓法 就是用这种长得像鱼一样的铁块 冷到水里不停抬杆子 模仿小鱼逃窜 吸引金枪鱼咬勾 我不套 我玩定了 挂鱼啊 上鱼慢 你不用了 金枪鱼选是快的 你啥也不懂 这鱼情太夸张 第一杆就种鱼了 四 四 大的 怎么样 地大不大 哎呀嘛 这是中大货了 来 玩一把 肚子 肚子 来 顶上就不费劲了 是不是有有感觉了 有了 赶快 赶一赶 哇 快转下去了 被转下去了 要有什么 这条看单有至少50斤 5000块 这就到手了 这一套要发财啊 兄弟们 这一套要发财啊 啊 大不大 你这是啥玩意儿啊 你整的动力也太浮夸了 这套5斤都没到 这边也太小了呀 要不放了 虽然这种小崽子 一点也不值钱 但船长说 这么快就种鱼 证明今天鱼活性很高 种大鱼也只是时间问题 让我们赶紧接着钓 又种了 我今天可以啊 王一波 可以 比刚刚那条大一些了 我去又种 你还挂了我一波啊 越来越大了啊 你这可以啊 连杆啊 嗯 嗯 嗯 好嘞 我今天都要冒烟了 嗯 我今天都要冒烟了 你管我 都没中一条鱼 啊 你闭嘴 干 这玩意儿这么好用吗 那我也是 啊 坐着等着呗就 再多轻易啊 事情得劲啊 哈哈 咱不知道为啥 下王干 整个晚上海里就没动静 像鱼虐我千百遍 我带它如初恋子 千里都觉得忘华 哎 啊 哈哈哈哈 船长也觉得奇怪 但让我们别着急 再过会儿天就亮了 天刚亮的时候 一定会有鱼群出现 熬了一晚上一点没睡啊 就等天亮的时候 船长说天刚亮的时候 鱼群会来水面上捕食啊 哎 我觉得困兔了 哎 没看到有啥鱼啊 哎 船长说有就有啊 啊 我我我我我 大的 这头大 我 哎 我干了 我断了 你还没钓到 我干这 又赔进去一千多块钱 啊 啊 哦 还在 还在 干这 你干这来呀 都一个晚上了 啊 这也不是金枪鱼啊 这不就是上一次来 吃一攻击的拉屉鱼嘛 接连钓了好几条 也还是一点金枪鱼的样子 也没有 看来又遇到杂鱼 那我 船长也有点着急了 所以钓成这个样子 回码头 要被其他船笑话死了 他赶紧这套游会 带我们去一个更远的调点 碰碰运气 啊 又是好几个小时的船长 所以他老命活出去了 没想到 一路干到祖国最南端的气象浮台来了 这个深海里的气象浮台下方 有个巨大的铁链 铁链的周围 也是大金枪的了 我 也是船长最有信心的调点 船长说 每次来这个调点 我们有调不到的时候 让我们抓紧时间 今晚就不睡觉了 好到这么远来了 今晚就是干 无敌了 两个晚上就到这么点不值钱了 竟然这趟咱俩都快花了小时半了 熟悉天本没回过呀 他们船这趟估计得被停擦了 看看这样 别人嘛 明明掉的都是同一个地方 人家咋全都是七八十斤的大路 就连掉的小都快把船给捧满了 被静止画面 绝了 我们去哪里船哪里船没鱼啊 咱们这时候船上一趟 掉了最大酒屋都给它放了 我也这么不会了 外间这次最努力了 一点要没睡了 有钱呢 我还闻闻闻 是啊 我这都吐啥样 就在这时 手机突然收到消息 我去王一波 你看这国外调有发过的 什么 这么大 这是哪啊 哎呀 我一会告诉你 咱们先去办签证啊 你来开吧 我跟这调有联系联系啊 我不敢的 没事 这车有智能辅助驾驶 开起来又安全又轻松 走 哎呀 什么您便地充电庄啊 一会咱们也找个地方充分电吧 这一路从海口开过来 咱们都没充过电 没加入油呢 不用 满油满电 瑞丰2F8呢 带咱们从福建东山道 一路调到海南道 省心省市海省油 3DHT插混MPV 动力没得说 0百公里加速 只需要7.3秒 哎呀 你刚刚不还是船了是吗 咱还敢玩手机呢 是啊 奇怪了 在这个城上玩 反而不晕了的 行 那这一路你就好好享受吧 咱们到了国外啊 才有力气拉大解销 哎不对啊 你还没告诉我 到底去哪儿调呢 说出来你都不信 这是中东的锦枪 哇塞 那咱们赶紧去吧 迫不及待了 走